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每周360 这一期的视频我会和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啊 我们车坛所发生的大小事情 Let's go 这样第一个新闻呢 当然就是要讲一下我们全部人 都等了很久的这个Proton X50 售价终于公布了 等了很够一久 这样子 新车售价是从这个79,200令吉 起跳到这个103,300令吉 这样它是有四个车型 两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啦 引擎方面呢 一个是1.5的MPI 就是没有钢内止喷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1.5TD 有钢内止喷技术 加那个没有钢内止喷的output当然是低一点啊 就是有150PS的最大马力 226Nm的峰值扭力 其实很不错啦 我觉得 够用了 这样子1.5TD有钢内止喷更加赶一点啊 它的最大马力是177PS 峰值扭力255Nm 0-100 7.9秒 很不错啊 而且它的官方油耗啊 才6.5L per 100km 其实算是蛮不错的成绩啦 最重点是这个flagship啊 就是Proton X50最顶配的车型 是有这个level 2的自动驾驶技术啊 然后有很多先进主动安全备备 像什么车侧盲点侦测啊 自动定速巡航 车道偏离警示 车道偏离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 它都有 我觉得这些配备放在一辆B-SAML SUV上真的是绝 如果你问我会选择哪里一款啦 我比较喜欢 当然是flagship咯 因为什么spec都有嘛 什么功能都有 又有天窗 可是如果你想知道 那个很喜欢Proton的那个Ivan啊 它喜欢什么spec呢 你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看一下 它跟大家推荐值得入手X50的车型 有哪款 这样第二个新闻呢 我那天在写这个article的时候啊 我真的是 我的热血已经被激发到maximum了 就是Bugati它出了一款最新的车 这一款车是目前地表最强的Bugati量场超跑 它就是全新的Bugati Bullitt 它一样是搭载这个Bugati 大家很熟啦 就是那个8.0W16 4涡轮增压引擎 可是 它的这个涡轮系统呢 是更换全新的系统 它的效率更加好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 来到1825hp 峰值扭力1850Nm 这个是什么概念 那天小明讲话 Conisec Gamera 1700匹 还要用那个电动马达来推 嗯 这个不用电动马达 纯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汽油引擎就可以 输出到超过1800hp的马力 厉害 这一辆Bugati Bullitt官方宣称它是一辆 Track Focus 就是未塞到而生的超跑 可是 它的0到100啊 2.17秒 在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它已经破百了 0到500 它的级数是500 0到500 你们猜多少秒 20.19秒 这是官方数据啊 20秒破500 这个速度则是快到没有朋友 另外啊 都讲了 它是一个 为塞到而生的车 虽然是加速已经很 勾力厉害了啊 它的速度 这个500 kmh per hour的这个 几速啊 是 目前最快的Bugati 像之前打破世界纪录的那个Bugati Chiron Super Sport 300 plus啊 也只是490km per hour的速度吧 所以这一辆Bullitt 是Bugati最快 最厉害的超跑 它的车身重量啊 才1240kg 很轻 也因为这样子啊 在升级了底盘 悬吊 还有整个车身的这个 流线设计 空气力学过 它在纽柏林赛道的成绩是5分钟23秒 这个成绩是 已经逼近了什么等级的车 这个Porsche的这个919 Hybrid Evo 是目前全球最快在纽柏林的这个 赛车 可是Bugati Bullitt只慢它4秒 一辆量产超跑跟一辆赛车 竟然能那么接近 我真的不能不佩服这个Bugati 这样子 接下来这个新闻呢 我本身也是蛮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TOTA Corolla Cross 大家都不陌生啊 大家都知道它是 什么车款 它在泰国 全球首发过后 就陆续在东南亚市场 甚至是台湾 也已经开始贩售 销量出色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配备啊 其实也蛮丰富 像台湾 全车系标配TOTA Safety Sound 很有诚意 这样子 Honda也不会坐以待毙啊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媒体表示他们收到这个消息 Honda会推出一款全新的B segment SUV 来对抗 这个TOTA Corolla Cross 其实这个 动作我觉得是合理的啦 毕竟 如果以Segment来讲 Honda HRV 确确实是B segment 是这个Corolla Cross 同一级的对手 可是 Corolla Cross是一个新四代车型 而且它的尺寸空间也比较大 所以Honda是有必要推出这款全新的SUV 这款全新的SUV 日本媒体表示 它会用一个比较 越远化的设计风格 同时 会有Honda先进主动安全备备 这个也是很合理 引擎方面呢 是会用我们这个 熟悉的 1.5 EHEV IMMD引擎 这一具引擎大家也是可以在CTI上面看到 油耗出色 性能也出色 我是还蛮好奇 未来他们这两款车会查出什么火花 接下来这一辆新车又是一款未来会登陆我国的这个 越野SUV 就是TOTA Fortuner的对手 这个Isuzu MU-X 它在泰国市场是已经正式发表新一代的车型了 这样子我们先看它的外表 这个外表真的是很帅 我一定要给一个87分 最少 它外表是采用最新的Isuzu家族设计 所以你看到它头灯跟尾灯 都很 锐利很侵略性 而且它的那个LED的辨识度也很高 我觉得这个质感是有提升不少 跟上一代的车型相比 再来就是 它的内装 我看了有照片我真的是 很喜欢 毕竟大家知道Isuzu MU-X 在上一代车型 作为一辆 越野SUV 它真的是很越野 够粗犷 就是它的Interior 内装就是比较 质感没有那么出色 到这一代车型 你可以看到它的内装 真的是 它的那些按键全部都换成非常 精致的设计 而且又有这个9寸K 支援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的这个娱乐主机 然后整体的这个设计 跟这个配备都很丰富 所以我相信未来它真的登陆我GoGo Fortuner会有一定的压力 那引擎方面是用什么引擎 Isuzu MU-X 是用这个 它们主打最新款的Blue Power 1.9 涡轮引擎 还有就是之前我们非常熟悉的 3.0柴油涡轮这样的引擎 这样这个Blue Power 1.9是有150PS的 最大马力 350Nm的峰值扭力 嗯 其实还不错啊 重点是ROTEC便宜嘛 就不知道你们觉得这辆MUX帅 还是刚刚小改款的Fortuner帅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看一下 究竟哪一款 是你们比较喜欢的 接下来我们又要讲一下 Proton X50的远方亲戚 就是Gili最新的车款 星月E Pro 这一款全新的 Gili星月E Pro 它是搭脚这个Gili 全新的 这个1.5三缸涡轮加引擎 加一个PHEV插电式混动系统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258HP 峰值扭力突破400Nm大关达到415Nm 重点是哦 它0到100加速才7.5秒 它是一辆大型SUV哦 除了这个以外你不要怀疑人生先还有 它还有80km的纯电巨航能力 不由 重点是 你还不要怀疑人生先 它有1.2L 100km的油耗表现 真的是很出色 当然除了这个引擎还有这个油耗出色以外啊 它配备也是很丰富 它的这个娱乐主机就是gkoi 2.0就是最新款的 所以它会更加使用更加人性化 在你语音控制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 跟它聊天这样子 技术已经是打到这个level 还有就是还有用这个level2的半自动驾驶技术 APA自动波车系统还有一大堆的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这样这个新月 Epro 除了就是配备很丰富 然后 很先进以外啊 它的价钱也是 很有吸引力啊我觉得 在中国当地是卖着一个17.58万人民币 换算马币大概是10万 出一点点 哇这个价钱又有这样的配备 真香 最后最后个新闻呢 这个也是关系到我们马来西亚的 Volkswagen马来西亚 日前就在Instagram他们的官网 公布了一个影片 是Volkswagen Golf GTI Mark A的 虽然这个不能代表什么 可是 根据我们之前 不少读者 不少网民捕捉到这个Golf GTI Mark A 在道路测试跌照 甚至还上云顶看星星的 所以我们相信 他很快就会跟我们见面了 而且 GC 他会用CKD的形式贩售 也就是本地组装 价格上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这样子我会在想 他会不会成为以后我国 最便宜的前驱钢炮 这个很有可能 毕竟他CKD 看回对手 应该没有他这样有竞争力啦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CKD的话 再来就是他设计你看一下 他的车头跟车尾 真的是 Sexy 他这个是采用最新的Volkswagen家族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尾灯是有采用一点点立体化的感觉 然后他头灯又很锐利哦 而且他整个body kit就是很sporty 内装方面也已经告别了 之前Volkswagen那个百年历史的内装设计啦 他用了一个 新的设计语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层次感跟这个质感 是更上一层楼 同时这个stairing的design啊 全液晶仪表啊 那个娱乐主机 都是用最新的版本 也就是你可以支援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而且这个全液晶仪表 也是有这个导航在里面 所以你开车 我觉得便利性会更加提高啦 再来引擎方面呢 他一样是用这个 EA888 这个2.04缸涡轮这样已经 可是 根据 我们拿国外的这个 Golf GTI Mark 8的这个动力输出来 做参考 马力达到245PS 峰值扭力370Nm 比起这个上一代的 Mark 7.5 GTI 是多了15PS的马力 20Nm的扭力 是进步了不少 可是我就不懂来到马来西亚过后 这个Golf GTI的输出会不会跟国外一样 如果他来到我们马来西亚 你们会考虑入手吗 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啊 而且你们入手的话 可能你们跟小明是 车友哦 他也懂啊 Voxway跟Kaki 他可能已经 他昨天跟我讲他很喜欢 他booking 玩玩啦你以为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每周360 所有的内容啦 喜欢我们影片呢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subscribe啦 你以为做video这样简单吗 subscribe一下 然后在留言 那边跟我们聊天下啦 我会去找你们吹水的 OK啦我是Jaden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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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